人在座天在叛 被声称排除黑金枪毒洗钱的新修选办法无辜迫害 代表国民党参选台湾第五选区立委的现任议员王家蓁 因为涉及助理废案 未造文书罪 被判有期徒刑七个月唤行两年确定 根据选办法的规定 中选会公告丧失了立委候选人资格 外界看起来 等于就是保送了民进党籍的现任立委林俊宪 尽管对手未战先败 对林俊宪来说原本预定的行程 败票不受影响 这一阵子林俊宪行程照跑 带着团队挨家挨户败票 上次2020立委选举 对战国民党籍的候选人 是以11万多票过半的得票率 大幅领先胜选 台南过去15年的立委席次 民进党都是拳来打 这一次像是老将陈提飞和王定宇 外界都很看好能继续连任 当然有信心 而且我们是跟自己来比赛 多高的得票率 这个真的是无法计算 要尊敬对手的实力 这一次立委得票成绩 或许会被视为 是否能成为下一届 市长候选人的重要参考 对于这些基层实力雄厚的候选人来说 不和对手比赛 也要和自己过去的成绩较劲